欢迎回到发达广场的直播时间 我是吕启思 先介绍一下身边的嘉宾 是我们研究部经理陈伟聪 Jason 早安 Jason Jayson 你好 今早先看看有什么主要消息 IT 编号999 发布刑警 预计截至2014年2月底为止的年度盈利 将会比去年同期录得下降 公司说主要是因为营运地区里面的服装零售市场增长减慢 加上经营成本上涨 导致盈利受到下行的压力 今天不如和Jason你谈谈零售股 说回过去的五一黄金周 内地访港旅客的人数都首次录得下降 我知道IT的客源其实本地和内地都有 你又觉得这次IT发刑警的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是否都见到本地的零售业开始报入韩东 其实本港零售市道由去年下半年开始 都是有一些影响 因为都说现在内地方面的自由行旅客 来香港方面 一来你刚刚提到 连黄金周方面 人数都有个放缓 在3月份亦出现一个下跌 甚至乎你看回他们来香港消费的模式 或者那个购物的金额 都已经是比起对上三四年来说 是有个明显的下调趋势的 这方面一来都是因为 就说现在内地人民币升值的速度 就比过去来说是慢了 二来也都是因为内地经济 都本身是有个放缓的迹象 包括就说股市又跌 楼市也都是调整 所以都令到内地一些比较有钱的中产客户 来到香港的时候都开始是守紧了 就不会说每次买东西都买到 就是六位数字 买标就去到几百万 所以都令到本港零售市道 一些走高档路线的产品 或者那些公司 都面对一个相当大的挑战 你讲到IT方面 正正就是其中一个 就是很代表性的例子来的 因为讲你IT 讲大IT这个牌子 里面去买的那些衣服 那些很狠狠的 就是你没有四位数字 都是买不到一件的冷衣服的 如果你说去到冬天 买一些大衣服 买一些比较更贵的那些衣服的时候 就更加去到可能是几万元一件 那这些你说走高档路线的产品 当经济是开始回落 又或者当居民的消费信心 开始是回软 那自然都会令到 销程是受到很大影响 那所以你说IT 就不是说今次才发这个刑警 那你看它在去年全年 那个业绩 又或者去年至到 8月底那个中期业绩方面 其实盈利都要是跌成七成七那么多 那所以其实大家都预期了去到全年方面呢 那个盈利都会有个很显著的下跌 那问题就说出到来的结果 究竟是跌四成啊 跌五成啊 还是跌多过是七成呢 那这个数字呢 暂时就比较难去估计的 不过如果你说以一个再长线一点的角度呢 我相信啊 就是经营这些比较高档路线的零售商啊 又或者一些珠宝中标商呢 我相信那个的日子呢 都不是说真的那么好过的 那还有都留意了 因为IT除了在香港有业务之外呢 它其实在中国方面啊 那个业务佔整个收入的比例呢 都有成是三成半那么多了 所以反映如果你说内地经济 都仍未有一个好转的势头呢 无论对于大陆的业务也好 又或者是来香港自由行旅客的消费业务也好 其实都会有个相当之大的打击 谢谢Jason 那讲开珠宝中标股吧 不如都一起跟进一下本地服装股 和珠宝中标股的最新表现 IT跌液挨近百分之二部两元 佐丹奴巴浩斯和Joyce都是没有升跌的 保斯龙跌了一仙做五毫九 珠宝中标股方面 周大福跌超过百分之三 报十个三毫二 六福升超过百分之一 做二十个九毫半 周生生都是升超过百分之二 报十七个九毫八 謝瑞伦和景福集团暂时都没有升跌的 东方标行跌超过百分之二 报十一个八毫二 而英皇中标跌一仙 报十五毫四 再跟Jason先聊一聊 刚才提到的IT 其实客源都是本地和内地都有 其实本地零售股都有另一类 就是专门针对内地旅客 刚才提到大陆那些都比较守紧了 例如六福来说 其实有没有说相对来说 哪个前景会比较好一点 这一类那个 刚刚提到那个 珠宝中标相关的股份 六福、周大福、英皇中标 这一类呢 其实我觉得那个问题是更加大的 一来就是他们本身 大部分卖的产品 都是一些贵价的物品 包括一些金条 又或者一些鑽石戒指等等 其实都是针对一些比较高端的大陆客 那你说本身如果在过去那几年 那些内地有客来到香港 真的洗钱是很疏爽的 不会说就着就着 那对于这一类的店铺来说 就必定是会有很大的帮助 但是相反 你看到在现时 一来就说那些人来香港 买东西的意欲是减低了 二来就算你说他们真的要买金 要买这些鑽石产物都好 其实在内地都已经是有相当多的店铺 那之前因为人民币的升值 所以他们就觉得来香港买 就相对是会比较便宜一些 比较抵一些 但是看到最近这半年 人民币的升值部分都开始是减硬 甚至乎有少少贬值的话 其实都是会打击那些人来香港买金 那个的意欲 那所以我相信你说周大福 六福这一类型的股份 今年来说都未必说会真的太有一个好的表现 无可否认 其实对于零售股来说 租金是一个很主要的压力 那Jason 其实目前来说 租金对于零售业的负担是否很大 是的 租金其实都很大 但是如果你说去到今年 整体的租金再加的幅度 旺角和铜铐湾都开了这么多的店铺的时候 他们都要捱一个贵租的 那很多的租药都不是说一年之内就完 如果你说他们刚好 在去年才刚刚签了新药 那起码都要等两至三年 才是有权去到 即是终止合药 所以便上如果你说去到今年 当整个人流又开始减慢下来 再加上整体的租金都仍然维持高水平的话 对于这些比较高档路线的零售股 我相信它的压力还是大 不如一起跟进一下本地收租股的最新表现 欺慎跌4毫报36元 嘉里建设升2毫报24.6元 太古地产跌1毫报23.15元 九仓跌5毫 五仙报54.65元 汇德峰跌1毫报32.65元 好了 我们这一节的直播时间又差不多了 下一节先和Jason你继续申报 刚才所说的股份自己有没有持有? 没持有的 谢谢 稍后回来我们将会有问答环节 如果各位家庭观众有股票的问题想问 都欢迎你打来我们热线 2804-6566 算头见